為了備戰3A的第五場復健賽 王建民今天是進行牛棚練投 感覺是相當的不錯 國民隊也在官網公布了 王建民最近的復健賽成績 總經理瑞佐他指出 王建民在3A的復健賽 必須要投滿90到100球 這將是他重返大聯盟最後的關卡 按照投一修飾的訓練節奏 王建民在投完第四場復健賽的第二天 依照慣例進行牛棚練投 這一次的牛棚 他總計投了65球 比賽完至今 手臂的感覺都相當不錯 王建民在教練的指導下 小福修正出手的動作 他的復健賽一場比一場投得精彩 國民隊也在官網發布了這項消息 總經理瑞佐也表示 王建民重返大聯盟最後一道關卡 就是到層級更高的3A 挑戰每場90到100球的用球量 上一場比賽的時候有時候手會太快開掉 然後叫我一定要手延伸到前面 面對3A復健賽的挑戰 王建民說他已經做好準備 由於他也必須上場打擊 因此在離開2A球隊之前 特地進行了10分鐘的觸及練習 目前他已經前往3A的雪城球長隊報道 預計在台灣時間7月20號星期三上午7點 在主場迎戰大都會3A的水牛城野牛隊 雪城球長隊已經將這個消息放在官網首頁 還標明王建民是以往陽雞隊的王牌投手 希望能因此賣個大滿座 明星文張謙謙 郭雪城綜合報導